巴拉巴巴巴巴拉 巴拉巴巴巴巴巴拉 巴拉巴巴巴巴拉 巴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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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着风把力全开 一路就全被意外 当带着你的呼唤 秀出百变的心态 让我们牵手 寻找未知的精彩 为了这个家园战事 英雄的乞丐 小巴掌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这门就是为你开着 坐好服务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超雪仙风 不论什么时候发起警报 笑吧 哥德马上赶到 超雪仙风与你肩并肩 解决完就守护你的笑 计划就在心中 再多险阻也不怕累 小跋车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着 坐好服务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超雪仙风 就是超雪仙风 谁是捣蛋鬼 到家喽 到家喽 哇 糊涂博士确实制造过不少麻烦 不过这次也太糟糕了 说得没错 小距 我都录下来了 来 看看吧 放心吧 糊涂博士 超雪仙风来了 来帮忙了 糊涂博士 冰姐 小距 别把跟着我了 快点 把那个机器关掉 看我的 小距 你没事吧 搞定 终于关掉了 没想到 博士竟然用粘液合成屋做实验 而且还失控了 这太糟糕了 不过我们最后还是把一切都处理好了 可是萨拉斯 我觉得你可以找到一种更简单的办法 把粘液清理掉 可能有更好的办法吧 但我暂时没想到呢 小金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哥德洗干净 是啊 拜托了 哎呀 这些粘液弄得我好痒 别动 哥德 我们会把你擦得发亮 奇怪 怎么回事 阿力 你是说闪电吗 怎么打不开啊 刚刚手柄怎么都转不动 之前不会的呀 现在没事了 真奇怪 刚刚有人看到那个水桃自己在那移动吗 太诡异了 还有那超难拧开的水龙头 如果是有人拿这些开玩笑 那可真是无聊头了 你是说恶作剧 我们不会这么做的呀 不过 我有点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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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着了 曼妮莎 你再冷得发抖呢 快把湿衣服脱掉吧 然后再喝一杯热可可 谢谢你 甜甜 你说得没错 我现在最好把这些连体衣拿去洗衣机洗 好冷啊 我又觉得冷了 不是因为我穿着湿漉漉的连体衣 而是因为这里有个特别冷的地方 让我用温度计看看 曼妮莎说得没错 这个位置的温度确实比车库其他位置还要低15摄氏度呢 你们看 而且气压也有点不正常呢 哇 金属指针晃来晃去 真是越来越奇怪了呢 东西乱跑 神秘的寒冷点 指针跳舞 要是我的曾祖母看到 他就会说这是幽灵 啊 幽灵 这 这真的有幽灵 你们看见了吗 那个笔筒它动了 也有可能是什么东西移动了它 我的爷爷奶奶把这些淘气的幽灵叫做淘气鬼 你们真的觉得我们遇到幽灵了吗 但我不觉得这世界上有幽灵 小金 这次由你来带领大家找答案怎么样 嗯 好吧 耶 哇 收到小鸡 我们出道吧 啊 淘气鬼 幽灵 别 别 别过来 哦 怎么了 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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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啊 哥德 谢谢你把衣服都叠好了 不 不是我 是幽 别担心 哥德 小金会用科学的办法和批判性思维 带领我们揭开谜底的 哇 是吧 小金 没错 好了 各位 准备好找幽灵了吗 我准备好了 很好 现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有幽灵 甚至在一些很高的地方也有 所以我觉得云梯车哥德 会更何地帮助到我们 云梯车 我的最爱 超鸡能量 哥德变身 攻城云梯车哥德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行动开始 行动开始 我提高了温度计的敏感性 这样我就可以追踪记录每一个寒冷点了 我还编了一个音频程序 用来记录分析幽灵发出的低难声 比如 我觉得 我觉得 我现在就已经听到些什么了 真好吃啊 不好意思 找幽灵真的太容易让肚子饿了 艾迪和田田 你们到总部那边找找看 好的 我们一定会证明幽灵的存在 然后获得诺贝尔奖的 阿里和曼妮莎 你们可以追踪这个奇怪现象发生的地点 说不定还可以找到原因 嗯 就像科学观测 不 你们两个别吵了 萨拉斯 我们和哥德到总部外面和屋顶上 或许能找到些线索 没问题 即使不能得到诺贝尔奖 就这样 观察温度变化 找出幽灵 抱歉 不过 那是什么声音啊 艾迪 你看温度计 这是个寒冷点 艾迪 原来是从窗户吹进来的冷风 艾迪 是谁把窗户打开的呀 幽灵吗 有可能 看 我搜到一个奇怪的咕噜声 一定是幽灵 它就在附近 阿里说的没错 找幽灵的确容易让肚子饿 这是一次科学观察记录 我们正拿着一台红外摄影机 调查发生神秘现象的地方 问你什么 好吧 水桶和笔桶都正常 没有什么隐藏的线来控制它们移动或打翻 嗯 那是什么让它们移动的呢 看 灯光在闪 一定是幽灵 它不想让我们找到它 你没事吧 或许是因为我们的高科技摄影机功率太大 让电灯没办法维持正常 好吧 那也是有可能的 没有闪电了 现在我们可以在外面安心找线索了 嗯 不过你真的觉得幽灵是存在的吗 我们都还没有找到什么证据呢 哦 快看那儿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太清楚啊 我们过去看看 嗯 大家都没事吧 没事 只是有点吓到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哇 注意到了吗 所有到处乱飞的东西都是金属的 或者上面有部分是金属的 你是说到处乱跑的东西都是金属的 而且这一切是在我们回来的时候才发生的 所以问题是 为什么呢 是什么变得不一样了呢 哇 解密时间 或许我们可以把东西都放回原位 这样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发生变化了 那我就先把这箱清洁工具放回去 那我就先把这箱清洁工具放回去 有点抓住我啦 我得 啊 终于逃出来啦 啊 啊 也许 不过你身上有粘液哦 然后 粘液又飞走了 好吧 这诗越来越怪了 啊 是蓝色的粘液 博士的实验室满是这种粘液 我们回来之后就一直有这些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说粘液里有幽灵 是粘液有磁性了 这肯定又和糊涂博士的实验有关 哦 我觉得粘液是可以被磁化的 我查查看 嗯 果然没错 往粘液里加入具有磁性的氧化铁颗粒 然后再加入植物油和清洁剂 因为清洁剂的成分里有表面活性剂 它和氧化铁颗粒结合 能降低粘液的表面张力 让粘液能够自由变形 同时也让它具有了磁性 接着金属物会开始被以磁化的粘液吸引 然后就会朝着粘液移动 最后它们就会粘在一起了 基地里的金属物有水桶 勺子 鼻桶 窗户 衣服上的金属扣子 还有气压机里的金属纸针 哥德 你也是金属物呢 噢 这些粘液真讨厌 粘液几乎把所有东西都磁化了 这样的话 会动的餐具和带有金属线还有鼻桶 就都说得通了 它们都被粘液吸引过去了 而那个寒冷点也只是因为窗户被磁力吸引而打开 不过 水龙头是怎么回事呢 我想我明白了 水龙头是金属的 有些粘液被吸引过来堵在了水管里面 只要把水压调高 水就能出来了 像这样 我猜 萨拉斯已经开始清洗行动了 虽然是个意外 加把劲 伙伴们 清洗粘液行动 开始喽 好耶 伙伴们 胡子博士要和我们视频通话 超学先锋 我刚刚才发现 要是你们没有把粘液清洗干净的话 可能会有些小问题 这些粘液带有磁性 而且磁性可能会越来越强 讨厌的技术文件贵 别再跟着我了 不是 看起来不是小问题哦 我们马上就能到您那边去了 嗯 是清洗粘液的时候啦 没错 哥德 好棒 不用了 辛苦了 快 salut 沒喝